今天我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次的专题是有关 各政党的属性跟政治主张 什么是属性 属性好像听起来是那种 那种Pokemon那种属性 是吗 就是金木水火土 有些是水性的 火性的 土地的 是吗 的确每一个政党的属性不一样 就是他们的特征 或者是他们的 它的特点 属性 政治主张之前有给你们稍微提过 这次也会再讲多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看 截至目前为止 目前我国政党有64个 就是最新的 最最新的 之前我给你们讲过62个 可是在这短短的一两个礼拜 他们又交两个了 所以64个 你们去看SPR的网站 就是选委会的网站 有64个政党是有资格竞选的 所以这64个我列完出来了 64个 当然大部分你们是没有看过的 大部分 绝大部分 因为有些党他们是 有资格 可是他们没有能力参选 就是可能他们没有 太多钱 或者是没有人才 所以他们只是有资格罢了 除了党之外 政党联盟也可以算是一个党 你看到有些标志是好像国政的 他们其实是一个联盟来的 可是他注册成一个 党 有这个好像 哈勒班的希望联盟 西蒙 或者是国盟 他们其实是一个 alliance 他们是一个 团体 一个联盟 可是他们 也是以联盟注册成一个党 所以在 选举的时候他们就用他们的 联盟的旗帜来竞选 所以最主要就是那几个 比如看巫统 巫统 公正党 伊斯兰党 行动党 火箭 还有什么 比如这个土团党 这个帆船的 穆达瓦 这个穆达 马华公辉 这也是比较出名的 在半岛 一些党是在 东马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政党之间有什么属性 一共有 5种属性 这5种属性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1个属性 单一种族政党 或者单一宗教政党 就讲的这个党 这个政党 他只允许 一种种族进爆 一种种族能够 为他的会员 比如马来人 你要是马来人才可以进 比如华人 你要是华人 才可以进 印度人 你也只能是印度人 除了这三大民族之外 还有一些 一些民族 很小民族 你也没有预料到 原来这种民族 这种种族 他们也是有 自己的单一种族政党 这是 并我们大开眼界 因为这些 通常这些党 他们 在独立初期 他们就有了 因为当时候 可能每一个种族 他们都是 聚在一起的 因为英国人是 分而自知 Dewind and Root Dewind and Root 就是讲的每个种族 他们聚在一起 所以种族 没有交流 所以导致了很多 一些种族性的政党 或者单一宗教 不过这边主要是指的是 伊斯兰教 这些宗教是没有 你没有讲佛教党 没有 基督教党 更加没有 所以这个第一个属性 单一种族政党 或单一宗教政党 第二个是跟他完全是 反义词的 就是多元种族 或是全民政党 开放的 他不管你是什么人 华人 印度人 马来人 卡达山人 或者是一般人 什么种族 只要你是马来西亚公民 你都可以入党 他是开放式的 而且也没有你什么宗教 不管你是 穆斯林 佛教徒 Christian 只要你 只要是马来西亚人 就可以进了 这个是 他的反义词 一跟二 是他的性质对立的 第三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华人 算是一个 少数民族 所以 有时候 华人之间政党会竞争 所以有一些 滑稽政党 华人为基础的政党 滑稽 或者华人为主政党 所以华人之间政党 他们也会互相竞争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属性 第四个是 左派政党 左派在 现在 在这个21世纪 是比较 少 比较少 在大概 50年代 到70年代的时候 左派是很强大 左派 当时 有共产主义运动 加上本地那些 社会主义的 劳工党 等等 但是左派是很强 不过现在 如果你看左派 你会给人家标签 你是 共产党 当然 左派跟共产党也是有分别的 这个可能给你们讲一讲 第五个是属于地方主义的 Localism 地方主义的 他们只是抓住在各自的州 而且这个地方主义 通常只有东马才有报 东马 就是沙巴跟沙瓦 至于其他州 就没有了 你不跟人家楼佛的党 没有 通常在半岛 他们都会 整个半岛 都是 都竞选的 没有讲 冰层党 吉兰党的党 没有 所以这边的东马 只有东马才有这种地方主义政党 只是专注在 自己州的 地方主义 OK 我们来看第1个 第1个属性 这种就是单一种族 或单一宗教政党 比如 最 代表性的就是巫统 他是马来人 马来人 就是 只能允许马来人加入 就是巫统 华人代表是马华工会 MCA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就是马华工会 印度人是 MIC 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 所以这三个党 早期就是 争取独立的联盟党 他们是 在1957年就是 争取独立联盟党 后来成为执政党 长达 大概20年了 直到1997多年了 他在开放给 让更多党进来 就比较国政 所以当时是联盟 Alliance Party 联盟 所以三大种族 就三大种族 团结在一起 因为当时他们 党没有开放给别的种族的 就自己种族 自建一个党 然后三个党就派一个领袖 作为 一个桥梁 然后互相团结在一起 除了这三个党之外 种族的党 比如这个 这个最新的土团党 OK 它们在 Pree Boomi Pree Boomi就是土族 整个土族可以进不了 当然也包括沙拉瓦 沙巴沙拉瓦土族 只要你土族就可以进了 这个也是 Boomi Putra 也是一样土族 Putra的党 土权党 这个土团党 土权党 好 这个呢 这边是Batibangsa Daya 达雅人 达雅人这边指的是一些 沙拉瓦的 原住民 一般上指的是一般人 一般人为主 达雅人 这个是给达雅人进的 好 这边也是 Boomi Putra 沙拉瓦 就是沙拉瓦的土族 就让沙拉瓦土族加入的 PPB 土宝党 就在沙拉瓦的 好 这个是 Makka Sati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 大米尔文 所以这个呢 一般上是印度人的 印度人的 所以这些是 一些重要 一些比较大的民族 好 后来呢 经过我在 调查 在收益资料 发现 有一些少数民族 也是有字的党 比如这个 Sylonis 什么是Sylonis Sylonis呢 是 Sry Lanka的人 Sry Lanka的 后人 是什么 西兰人 Sylon 是西兰 不过现在叫Sry Lanka 他们不是印度人 印度人来自印度大陆 然后呢 Sry Lanka是那个岛的 一个岛是印度外面的 跟印度人很像 可是呢 他们都是信封 佛教为主的 如果你们去过那个 那个什么 Brickfield 就有没有叫Brickfield 15倍的 那边有一个 Sry Lanka的佛寺 他们呢 是有 自己的党 Malaysian Sylonis Congress MCC Bunjabi也有 Bunjabi是什么人 就是那些 阿姓 那些姓 西克族 那种西克族 包头的 他们的头发呢 是不能剪的 他们也是自党 有自己的党的 Malaysian 跟Bunjabi Party 就算他们人很少啦 他们都有自党 可是一般上我们觉得他们印度人 可是在他们眼中里面他们觉得是 不同的民族 他们是西克人 好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这个是 这个印度人的也是印第ia 好 这个 Berjuan 虽然这个是没有讲是什么人 不过这个也是属于 马来人的 马来人为主的 好 这个呢 是India Muslim 那些印度人 穆斯林 一般上我们俗称 妈妈 他们是 印度人穆斯林 他们是信奉 伊斯兰教的印度人 印度人是信奉他们的 信都教 这个是 信奉伊斯兰教的 Indian Muslim 这个是 这边呢 也是一样 Indian Muslim Indian Muslim 两个党 除了种族之外 还有宗教性的 比如这个 Pati Islam 伊斯兰党 伊斯兰党 它是可以开放给 华人的 华人 印度人的 当然 前提是呢 你要 改姓 伊斯兰教 你要改变你的宗教 你要convert去他的宗教 所以它算是一个 宗教性的党 它不是种族性 可是呢 它有条件是 你是 要先 转成 穆斯林 好 这个也是一样 Islam 所以这些党呢 都是 有一个条件的 不是种族 就是宗教 所以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这个是 第一种 属性的 好 来 我们看下一个 好 下一个呢 是开放性的 或者叫做多元种族的 多元种族呢 比较符合我们 现代人的 比较符合现代社会啦 毕竟 毕竟 21世纪了 很难讲 用种族来 来平定一个人的话呢 其实是比较 比较 落后的一种想法 是吗 所以我们都是比较 要多元 要比较前进的 好 所以呢 这种是开放式的党 就是讲的什么人都可以进 什么宗教的人都可以进 没有理你什么种族 当然这几个呢 大家都比较认识的 比如这个 公圣党 华人 印度的马来人 什么都可以进 这个 这个最新的 这个 这个 年轻人的党 格拉干也是 格拉干也是 不过格拉干 他是华人为主 不过印度的马来人 也是可以进的 这个也是邦莎马来西亚 然后这个DAP 行动党 这个Socialist Party 社会主义党 然后这个是人民党 阿曼娜 诚信党 然后这个瓦里山 然后这个 清大马来西亚 这都是开放 多元性的 就是 什么人都可以进 不理你的 种族 不理你的血统 不理你的宗教背景 只要你 认同他们的理念 你都可以 下落他们的政党 OK 所以就用第2种了 好所以第1种跟第2种呢 是一个反义词 好第3种呢 是华人 基础 以华人为主的政党 就是华籍政党 好 华籍政党呢 一般上 一般上啊 就讲他们会 以华人利益 会以华人利益 做他们的斗争目标 还会 以华人利益 做他们的priority 比如什么利益 比如华小 华小的拨款 华小要增见华小 或者是 独钟 独钟拨款 或者承认同考 这个是他们的 agenda 或者是一些 比如 那种 华商 就是华人的 他们的做生意的环境 有没有公平对待 每个种族 包括华人 然后呢 当然也是包括一些 比较小的 一些比如那些 文化性的 文化的 不过主要是教育为主 教育 所以一般上呢 最单 马华呢 他是100%是华人的 所以他是华人政党 Fully Chinese 如果你是非华人的话呢 他是不给你进来的 因为本身就是名字 Chinese OK 这三个呢 是以华人为主 大概有70%以上是华人的 比如这个民政党 这个行动党 这个SOPP 人联党 是在沙拉瓦的 所以他们这三个呢 都是华籍政党 所以这些党呢 通常都会被 马来人认为呢 这些党都是 华人政党 不过呢 这些 DAP 这些 他们都是 比较 注重在于他们是 多元 种族的 他们会让自己觉得 是多元种族 可是他们有时会在华人面前 讲我们是 汉为欢利的 所以呢 他们呢 可能看什么对象 他们用什么方式来包装自己 OK所以呢 这是华人为主政党 这四个 四个比较大的党 OK好 下一个呢 是左派政党 OK马来西亚的左派政党呢 已经不多了 剩下两个为主 第一个 Socialist Party 这个 他的党的名字 已经是有 Socialist Party 社会主义政党 就是马来西亚的社会主义党 PSM 以及一个 牛头党 Party Riot 马来西亚 左派呢 或者叫做社会主义呢 他们呢 都是 以 工人的利益 或者工人的福利为主 那种无产阶级 就那种穷苦人民 争取工人的利益 争取那些 那些 农民啊 工人的利益 叫做社会主义 要求社会平等 然后要 就是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干涉 干涉 那些资源的分配 让工人啊 让农民啊 让穷人有更多资源 叫社会主义 他 他比较算是一种 比较温和的共产主义 那种比较soft的 比较猫的共产主义 如果这个社会主义走极端 就是communist 就是共产主义 他们是 其实是差不多 算在 同一个 同一个 一个 理念 一样了 这个呢 算是比较 extreme的 这个是比较温和的 如果呢 叫中间偏左 就讲呢 他在中间 可是呢 偏向左边一点点的 叫做 中间偏左 比如这些DAP Amanda 跟这个PKR呢 他们算是 中间偏左 的政党 就呢 整个Halapan 他们的那个 斗争的理念啊 他们一心探的都是 中间偏左 就有点左派的思想 就是全民平等 OK 所以呢这个是 第四个属性的 这个属性呢 是地方主义 这个呢 以前跟你们分享过的 地方主义呢 主要是指的是 他们会 以 地方的权力 为 斗争的目标 就提高他们的地位 尤其是在联邦 在马来西亚联邦的地位 因为呢 Saba和Saba呢 他们的地位很特殊 不像半岛的那些州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 帮来的 他们不是州 他们的level 应该是高过半岛的 州的 要更多的自主权 所以呢这些有看到在 Sarawad 后面有Sarawad的 什么Sarawad Sarawad Sarawad 什么Saba Saba 然后 Kindabaru Saba 他们的名字有Sarawad的话 他们的 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州发展 他们只会 打 各自的州的 选区 他们不会来到半岛的 说一个 一个是 是Wahri Sun Wahri Sun 他们曾经 有过来的 Wahri Sun 不过呢 他这些党都是在 S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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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wa的政党 有些政党 他们甚至提出 独立运动 比如这个党 他们是比较 推走比较远 他们可能提出 Sarawad 独立 其实 怎么讲 脱离联邦 是在一些Sarawad的那种 自运动他们有些人希望能够脱离联邦 他们希望Sarawad能够独立 因为他们觉得独立可能会 让Sarawad更加 富裕 不会被吸 不会被半岛所控制 不过这个 这个要小心 因为 这个毕竟可能会不会犯法 还不懂 不过有些党他们真的是要 以 民主的方式来 脱离马来西亚 都有了 这些是他们的政治主张 每个党 都有不同的主张 不过有些是比较soft的 就是要求更大的自治权 更多的自治权 而有些是直接独立 都有 所以这个是地方主义的 所以众商所述 一共有五个 不同的 属性 所以我们要 在选择 或者是在投票之前 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党 这个候选人 他背货党 是怎样的 一个属性 OK 来看到这个了 到底要怎样做一个 政治的 政治主张 我们讲政治的主张 要怎样区分 这边有这个图 这个十字架 这个 这个 这个坐标 有跟你们讲过吗 是不是之前 不过我讲的比较 比较快 这边跟你们 更加相信的讲 所以 一般上政治 有分成右跟左 右跟左 右一般上是属于资本主义的 就是资本主义 或者是市场经济 让市场 决定一切 而左 而左呢 一般上是主张 是政府要干 干预经济 政府呢 在必要情况 要干预经济 OK 他们是主张大政府 这个小政府 政府呢 不应该干预经济 让市场决定经济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呢 一般上在这一 side 都是 共产 共产党来的 因为共产党呢 他们是推出那种 计划经济 就是他们可以用计划方式来 转他们经济 比如这些毛泽东 这些斯大林啊 这个波尔布特 这些 这个 古巴的 这边 这边是 上面是属于共产党 因为他们是主张集权 一个党 一个党控制整个国家 集权制 比如那些共产党国家 集权 大政府越大越好 越强越好 控制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控制经济到晚 这个是 属于左派集权 右派集权也是有的 比如他们是那种 比如这些 布什 戴高乐 撒切夫人这些 是比较右派的 资本主义的 集权的反应是自由 自由是完全是 自由 就是不干涉 个人的 比如这些 好像这些 甘地 比如说曼德 他们是要 主张自由 个人的自由 OK 所以这个是属于是比较 个人 而这个主张是集体的 大家一起用一样东西 OK 这个是整个政治的 那个座标 这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分 极左跟极右 左跟右的分别在于 左是共产主义 你看到有人讲 你是左派 极左就共产 极右是另外一个 叫做法西斯 Fascism 二战的时候 德国 意大利 法西斯 极端民族主义 极右 然后 如果是上面 极左的 威权统治 就是奴隶制度 最可怕的 就是奴隶 整个国家 人民是奴隶 一个君王 最大的 威权统治 最极端的 威权统治 是民主 民主的最极端 是原始社会 没有任何领袖 大家过着 原始的生活 没有政府的 算是没有政府的 所以这个也不好 这个也不好 太过极端都不好 这个下面 是希腊 希腊城邦 我们第六单 读到的 这种算是一种 比较完美的 城邦的民族制度 如果是在 完全右边的话 就是个人自由 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这个是 空想的 这个可能是不切实际的 乌托邦 这个其实是不可能 发生的 因为人是有贪念的 人是有私欲的 这个算是空想 往往你要做这个 会变成这个的 所以很多那种共产主义国家 一开始是很好的理想 每个人人平等 社会平等 结果到后来变成一个 共产的灾难 比如中国 之前毛泽东 苏联的 史大林 很多人饿死 很多人饥荒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政治主张 所以 马来西亚政党 其实 没有 这样细的 一般上 都在中间 要么中间偏左一点点 要么中间偏右一点点 没有讲的 幼到很极端 因为你太幼了 没有人投你的 所以这个就是现代政治 他们会 人民我们选择 什么 选择中庸的政党 要中庸 你不要走到极端 民族主义 种族主义 很极端的 这个又不能 共产主义更加不能 所以大家都是在 中间那边靠拢 中间偏右 或中间偏左 所以讲这么多 就让大家了解一下 整个 每个政党的属性 这样子的话 你们看到一些党的话 这个党是怎样讲讲的 所以 提名日是5号 这个拜留 然后 过两个礼拜 就是投票日 所以大家就可以 好好的观察一下 我们马来西亚的 最激烈 最热闹的选举 因为这次选举 是 很多个势力 互相 打一打去 好像 战国是这样子 好 今天讲完了 所以只是让大家有一个 一个什么 实事上的了解 OK